大家好 我叫柯晨一可 我来自杭州 大家都说我的声音像阿拉雷 而且我长得也很像阿拉雷 柯晨一听到我的声音都像看动画片 我想问一下你 你这歌是学过还是怎么着 学过 我觉得唱得不错 你还是会有点别的声音吗 会 你说我听听会些什么 钢琴 画画 歌克里里 你怎么会这么多 小时候第一次是先开始学钢琴的 然后慢慢的就是喜欢唱歌 在很小很小的时候 我妈妈车里有一首歌是《伤不起》 然后我听了就会了 就这歌是吧 对 算算算 这歌跟你刚刚唱那歌相差顺利 你这样你给叔叔来一首《优克里里》好不好 好的 好 来 把那个《优克里里》给他拿上来 我的宝贝 宝贝 给你一点甜甜 让你今夜都好眠 我的小鬼 小鬼 偷偷偷你的眉眼 让你喜欢这世界 哇 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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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宝贝 我女儿也有两个这个《优克里里》 我也得让她学学这首歌 让她唱 给她玩吧 对 弦已经快给掰断了 嗯 没关系 我的壳里面有一套备用弦可以给你 嗯 谢谢 你会不会打快板呢 快板 我为什么要会打快板 就像这个 说了个小伙家马二哈 清晨早起把胡子刮 左手拿着个小镜子 就把这剃头刀子拿 沙上的肥皂刚要刮 有只苍蝇停在他的鼻子尖上 来回拔 马二哈痒痒的受不了 脸上的五官挪位直搬家 大苍蝇就像进了溜冰场 觉得脚下直打滑 苍蝇实在待不住 只好把翅膀一扑了 哎呀 你这个每一次表演的风格 都截然不同 唱歌的时候呢 很安静 这个弹优克里里的时候很甜蜜 这会儿打快板又很利索 你怎么会这么多才艺呢 是妈妈 她会去各种各样的老师那边教 那你喜欢吗 喜欢 那你这什么时候发现自己 有这样的多才多艺的能力呢 因为不是所有的小朋友都会这些的 好像是三岁 三岁的事你也记得 我记忆力特好 那你学这些东西的时候 妈妈都陪着你吗 嗯 都陪着你 妈妈说因为我视力不好 所以它是我的眼睛 看得清我吗 我帅吗 嗯 给点面子吧 好帅 别让小孩都为难 好帅 妈妈今天来了没有 那我们请妈妈出来好不好 我们有请妈妈 你好 你好 你好啊 做些自我介绍 我是何成一可妈妈 我叫陈丹丹 这个她说她学习这些才艺的时候 都是你陪着她 哦 是 为什么让她学这么多 嗯 其实最主要是她自己也有兴趣 她乐感特别好 然后特别喜欢音乐 她刚才说你是她的眼睛 因为她视力不太好 嗯 她是先天的 嗯 小眼球没有发育完整 因为刚才在上台之前我看过她 她是先天性小眼球 先天性的小脚膜 还有先天性的脚膜混濁 是吧 你应该看过病是吧 嗯 对后面两者好像医生没有 小脚膜还有脚膜的 脚膜的混濁 所以你看不到她有黑眼球 天生的 天生的 那当知道这个情况的时候 你作为母亲一定心里特别难受 嗯 当时肯定是 嗯 有点不太容易 不太好接受 我也整个人就是 嗯 她完全没有失灵 有 有点失灵 有点失灵 她颜色都能看出 就能看清楚 她的很近 我还是个男人 是吧 那后来有没有带她去求医问药 看啊 我们刚出生 没满月就去了 出生就 嗯 出院到家以后发现的 嗯 发现以后我们去了杭州 去了上海 然后看了以后 医生说 就是说 目前没有什么治疗方法 就是说的还蛮彻底的 所以那时候我很绝望 嗯 但是我要 我要把她养大 然后我要让她跟正常的孩子一样 非常幸福的生活 所以我一定要自己心态摆好 所以我就给她最完整的一个家 那那段时间一定是心事冲冲的 开始是这样 但是我自己不能有那种有压力的去管她 嗯 我要自己没有就当她是更正常的孩子一样 然后她所以一直养到现在她这么大了 她自己心态也很好很开朗很开朗 她我不开心的时候都会哄我 我觉得她特别懂事 她这个眼泪已经在眼眶里面了 其实表面看不出 其实她真的很感性很懂事的 对 有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出 她的那种有的时候的一种快乐 其实是一种坚强和勇敢 对 你是什么工作呀 我做财务 那财务很忙啊 哪有时间带她呀 我那边还好比较空 嗯 我们单位也还比较通勤达理 她平时出去演出啊有上课啊什么 都是我带着她去的 我以为你是全职带她 没有我还上班啊 没有你还是有工作 因为她住校 她住什么学校 妈妈学校 哦 那你看见她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 你作为母亲在台下是什么感受 嗯 其实就像她自己说的 我在台上的时候就是一颗最亮的星星 我看着她在台上 她就是最自信的她自己 嗯 最开心的 因为她就喜欢在台上表现自己 即便她未必看得清台下 但她很享受 对 因为她觉得她唱歌给人家听 人家会很开心 她自己很开心 就所以我看不见台下 所以说我才不会紧张 这个我们都说孩子其实说有一方面的天赋 但是如果她学的太多了的话会很累 你会担心吗 其实我是自己随她 随性她自己的 她如果说太累了 那我们可以休息一下 或者说她说 比如说有时候期末考试啊 她会觉得作业很多 说想停一下课 然后考试考完了 她自己再会补上去 但是她有时候在家里做作业 有时候也会说作业做得比较累了 去练一下琴放松一下 开心就好 我就让她开心 对 你可能最担心的应该是这个孩子与众不同 那么会不会有周围的眼光伤害她 这个其实我没有太多在意 因为在我眼里她就跟别的孩子是一样的 而且我觉得有生了她 她这么大了她陪在我身边 我觉得我也很幸福 不是她幸福 我也很幸福 就这十来年 其实当初内心的阴霾已经慢慢驱散了 对 看着她越来越多才多艺 越来越能够展现自己 其实心里的很多担忧都放松了 最主要她还是蛮懂事的 干活吗 我会洗碗 那你说一个洗碗的步骤我听听咋洗啊 洗碗是有步骤的吗 是有啊 那你说给我听 那我都不济步骤的呀 那你洗啥碗呢 洗干净着你吗 你怎么洗啊 我用那个家里的那个 我也不知道叫什么 反正就是一个 这个都叫不错 一个绵绵的一个东西 对 我想 涂雷老师我想说一件 刚才阿拉雷特别懂事的事 就是刚才涂雷老师问阿拉雷说 我帅吗 阿拉雷就不说话了 我觉得她特别懂事 为什么 是我小声说给个面子 她说 后来也很勉强的说帅 她就说两字 好吧 好吧 那你就帅吧 其实我们会发现 的确阿拉雷在 与人的交往和谈话的过程当中 有超乎于她这个年龄的成熟 那是在去年前年的时候 有时候我会总有一点情绪化吧 然后她看我不说话不想了 她会说 妈妈你干嘛心情不好 你是不是心情不好 那我说没有 她说我给你讲个笑话吧 嗯 然后她会让我开心 让我去笑 哦 她会逗你笑呢 对 然后在 呃 婴儿班前还是四五岁的时候 她自己莫名其妙地说 妈妈你在怎么打我 在怎么骂我 还是我 还是最爱你 莫名其妙地说 嗯 易可啊 你为什么要到妈妈开心啊 你感觉到了妈妈不高兴吗 你怎么感觉到的 是从语气上听出来的还是 表情吧 反正就把她能逗笑 她笑不笑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 嗯 你将来有什么梦想吗 嗯 是想做一名表演艺术家吗 是音乐老师吧 为什么要做音乐老师呢 等我长大 我想我可能会 也会特别喜欢我们这种小孩子吧 妈妈对于 易可有没有长远的规划 具体没有怎么规划 我其实嗯 她就喜欢唱歌 就喜欢音乐 然后我也没有要求她去做到什么 就是 快了就好 对 她快了就好 她快了我就快了 但是我特别想知道今天呢 易可的幸福心愿到底是什么 是你自己说还是妈妈说 我说 来 我牵着你 我上前一步 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好 我的心愿梦想是想学更多的乐器 好 谢谢易可 为什么幸福心愿是想学更多的乐器 因为我想了解世界上更多的东西 你知道的 脑海当中知道的乐器有多少种 钢琴和优克里里之外 你知道还有多少乐器 我还知道沐鱼 沐鱼 也算一件乐器 打击乐器 我还知道 我还知道筋骨 打击乐器 还有吗 我还知道小鸡亭 口琴 还有 在你刚才说的这几件乐器当中 你最想先学到哪一样 是沐鱼吗 小姑娘 不是 那说什么呢 我想应该都是最想学的吧 因为我每次见到新的东西都会很好奇 这样的幸福心愿有多久了呀 他 其实应该是从学优克利利开始 对 优克利利是你买的是吧 对 优克利利也是才去年开始学的 是那个去了音乐大使课 李古宜老师说 因为优克利利比较方便携带 他是伊古宜老师的学生 没有 他音乐大使课是李古宜老师是校长 他今天的幸福心愿是能够希望学到更多的乐器 我觉得其实内在的心愿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快乐 你们对于他的幸福心愿的解读是什么呢 可能我在乐器上不一定能帮到你啊 但是呢在你的眼睛上我会帮到你 我希望你呢尽快到我们医院呢 给你查查眼睛 因为像你这种情况呢 我们确实治过一个小患儿 做了脚膜一直效果还不错 希望你呢能尽快的能康复 希望你能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谢谢叶老师 谢谢叶老师 这样人见人爱的小阿拉雷 我们都愿意去帮他实现梦想 留人游定制旅行呢 也愿意去帮助你添置一两件乐器 既然在舞台上能让你找到快乐的话 我希望你能有更多更多表演的机会 哈曼小阿拉雷 希望你更快乐 谢谢 小一可特别的可爱 自信和优秀 也衷心地祝愿呢 一可的势力呢 肯定会有希望能够恢复到最佳 我们长城康大医院呢 也愿意祝小一可圆梦 希望她以后生活越来越好 谢谢 谢谢 谢谢